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介绍给你 为什么 抽虫看到我 怕有移民了 看不得他了 我赞你 还有 为什么你们看到我 好喜欢我的了 为什么 记得我有新的视频 告诉你们 新的发明 跟你们分享哦 有没有看到我 这里有把床板 有了 其实每一家都有床板的 当我们有张铁厂 我们就有床板的了 对不对 我以前看到的人 其实很懒惰 为什么懒惰 怕不些麻烦 如果我们 因为一起的麻烦 我很难很难弄得很好出来 用的时候好不方便 只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一起的辛苦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 如果我们的床板是五周的 湿一点水 它的水就会给一张板浮湿 对不对 我很简单 当我占了草丛之后 我就不感难度 只有一次麻烦 我可以用很久很久 甚至浸湿量 对不对 就是很简单 我不用强气 我告诉你 你们看到我手上一根膠子 你把这一根膠子 嗯 我请你一个坐手来 所以浪费几个钟 你们去啦 坐手 坐到 然后呢 这个膠子 这个是透明的膠子 透明的膠子 我对我坐手怎么做得好 很简单 然后呢 坐手就拿到前面 拿到 拉到前面 弄好点来 等一下呢 还有这种鞋子 其实那种鞋子呢 不用这种很麻烦的 为什么 真的麻烦 有一种鞋子 它本身 里面有上面膠子了 刚才那张床其实是拈后的 只不过我用来 重复示范给你看 那种 那种呢 有上面的膠子了 可以在这里 复杂去 完全完全捏住的 捏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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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我们都捏 怎么我示范给你看呢 因为我这种鞋子 用完了 所以我手手里 用那种 捏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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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 因为我们浪费一点时间 不怕的 因为我们可以用很久很久 为什么 抽虫的东西就很简单 因为以后的木啊 以后你有一种 鞋子 防止的水 它就进去 因为为什么 鞋子可以 封住它的空子 我看过里面有人掉出来的那种产板 里面 出去面面包一种透明的鞋子 滚一下 哎呀 我看到 又难看 又觉得抽虫都有机会吸着里面 但是我用捏的方法呢 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很简单 OK 我跟你们讲 不一直 做一点点的示范 大家看 不一直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的 对 连一块橙板 其实是很久的 只不过 如果我们有点耐心 就很简单 你做得 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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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 对着那个 连住线 对 对 对 连住线 那我要示范给你看 等你们知道怎么连 OK 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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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就拿一条T恤 很容易的 刚才连住线 这样 我们就根本 塞衣衫 OK 大压张 对 连住线很长 如果你没有耐心啊 觉得真的很长的了 很久很久 只不过 连住线 一路为日 比较久一点了 我就选择这个方法 辛苦 一天分天 就可以用一个很好的床板 不怕臭臭你 麻烦我们 就算简单 我可以继续继续续继续继续 看 人家有黄星 我最不过一条给你们看 切给你们看得 比得 清楚一点啦 因为我个人比较紧张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这样子 黏实来 现在我粘在这边,最继续 有关键粘到皮条,你们就看得清楚,对不对? 要粗的,要油的 你看,有种西面都比那种粗的,我也看过 只不过,我很随便,这里有什么,我用它先咯 如果你先它很小张的,你可以买一些比较土版的 透明膏子粘下去 根素都比较快 我粘到点底了,要继续粘给你看 大概你们记得清楚了 然后呢,我粘粘粘,粘了,继续,我得上,磨平了,磨平了 然后,我们就粘粘粘,粘到这边了,ok 将我墙板,反起来 将我墙板,反起来 ok 啊,将我墙板,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紧张,铺着透明膏子 避免这臭虫有滋味在里面做 因为我们常常想到,哎呀,什么办法 你常常没有物色啊,臭虫啊 就是因为我们吃难多 分得一种,以往我们一起过的 辛苦一天半天的 我们可以很好安心用下去 就是这个方法 我不用浪费时间了 我吃两三张给你们看 吃两三张 吃两三张给你们看 看,链着奶 OK 真的要两个人,一个人不闲的 因为一个人那张胶子就起来 那你变成呢,链着的时候,行出 如果两个人,就像我,就像这个方法 浪费的事情不会很多 后一个人根本上做不到 我捆着做不到 还有,我捏着做不到 那我继续,我不用浪费时间了 继续练下去,对不对 因为我那种胶子用完了 没关系 有那种胶子呢 那种胶子是这样的 我示范给你们看 是里面粉呢,有得买的 里面有得买的 整个呢,就是这种来的 它里面呢,已经有顺面胶子的 那么我们呢 当我们捏这个胶子 这个是aluminic胶子 那我们捏这边就好了 捏着这边 复住这边 复住这边 捏着这边 然后呢,我们呢 继续用胶子 捏在这边 把胶子 把胶子 把胶子捆起来 这样就完全 搶拌了 那它搶拌了之后呢 把胶子捆起来 我捏在这边 把胶子捆起来 来 捏在这边 我捏在这边 把胶子捆起来 把胶子捆起来 以我们铁肠 如果我们铁肠来说 我觉得真的 我好喜欢铁肠 因为我 只想摸着这边 来睡觉 还有 这种是aluminic胶子 就是 因为我为什么 把胶子捆起来 主要就是 滑滑去 把胶子捆起来 没有其他有空子 或者 我们身体 失不得了水 比较容易 发臭虫出来了 所以我对用这个方法 可以买一张 是胶子来的 然后把它铺上去 完全铺上去 你看 如果它有美观 你放一块肩肉 腸垫 就可以很舒服睡觉 当然如果你睡了大概一年 五个月 你都要检查一下 你的腸垫 有没有臭虫 肩肉有没有臭虫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用了这个方法 之后 配合了我 教你怎么预防臭虫 用这个方法 我对你送 你肯定先铺杀虫 夹皮肉有臭虫 你不用害怕 因为你支持 做后支持 方法 的方法 是No.1 好吗 对不对 OK 我介绍你这一年 如果你觉得好的 给一个定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 我确实有新的发明给你们看 我也没办法 每一个通知你们 如果你们知道我的视频 很不错的 good idea 所以 如果你们帮我定义的话 很难说 我久不久 有个新发明放上去 就是很简单 如果你想尽快看到我的新发明 新的视频 你不妨帮我订阅 谢谢你们了 拜拜